650文娱集团 我对舞台要做很高的 我给你们弄的东西 那我得对我的东西负责 也得对你们负责呀 干什么呀我们成军 圣线编导的东西你都敢改 如果要是成传了 60以后 就是门前会挂着我的照片 这有什么蓝 这就是标准的 这优势是舞台成分的内容比较深 不仅有唱 跳 也有表演 除了我们的心态没有 我们也在想一些 看似风唐 但实则 有了一些意味的办法 来组成最后的成团仪式 给大家可以拾母带 你根本就不懂舞蹈 我不懂舞蹈 你喜欢你投票 你投票我不投票 下面我公布一下成团名单 可以啊这个太帅了 国际评委 穿着初制風 然后做个体质 有点痠 气质好硬 如果最后达算 在什么份上 您叫做吧 一个毛 applies 后来 你看什么 在旁边 想离我们保持一下距离 哥哥行 你又等着吧 各位选手 嗨 嗨 投影来到桃花屋201365019 2023吧 202365019 咱们首先可以看到 这里有一个阶梯的座位 分别是代表了ABC班 A班三人 B班五人 C班七人 现在请各位选手 根据最自身的了解和判断 选择自己的座位 这水平刚下的 你觉得你在哪个班 请入座 C班班五人 我们这种具体 我们这种 要选择 好 这种 阿女 你还能选择 C班这么低調 太阳 有没有自信点的选手 觉得自己就应该 坐在A班的位置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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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都这么低调 有了 有了 自信 放光芒 你好适合那个位置 希望你在那边别动 四位导师秀都已经结束了 大家想像他们一样 成为明日之星吗 不假 好的 大家一定非常期待 能够像他们一样 那么实际上满 他们三个其实都是在这个视觉音乐乐坛 拥有自己一席之地的 想不想知道他们三个今天 会有大概什么样的一个评审标准呢 那我现在来访问一下 首先是在摇滚界拥有一定地位的小三老师 我是一个比较注重气质的人 希望你们给我就是一阵 一阵 志拜老师说两句 我就是希望看到有灵魂的舞蹈 我有埋 我有埋 我就是希望看到大家的热情 好 如果有热情的话 在我这里就非常加分 要勇敢地展现自己 雪谷老师说话不用押韵吗 不用 好的 那我们首先 这位尹浩宇同学 据我们了解你是之前有过成团经历的 没错 那这一次再次想加入我们团 觉得是有什么遗憾没有完成吗 其实 今天我的目标来到这里我想 见到徐志拜老师 我是他的一个粉丝 yes 然后今天有一点紧张 但我特别想见到您 嗯 举志拜回应一下 回应一下 像你这样崇拜我的年轻人有很多 我也确实在你身上看到了我年轻时的影子 不要脸了 你的未来不可限量 不可限量 什么意思 非常棒 小学你非常棒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留阿顾的 万人万人顾的 谢谢 谢谢徐志拜老师 好 整体上是呈现了一个非常热闹的舞台 但在动作的细节上 我感觉没有灵魂 没有灵魂 好 那我说两句吧 行 我觉得这组非常好 东北门太重了 这个 讨厌 我觉得这组非常好 这个动作编排不老少 孟姐调也没有跑 让人看了忘不了 yes 你这个不叫rapper 叫鼠来宝 你别这么多事好不好 遇到其中有一位Vocal 我觉得很适合成为我们团里面的一个Vocal担当 这个叫做孟子艺是吧 个人练习生 小虎老师你好 你的声音很特别 有没有什么个人技是可以在这里展现的 可能会让老师们对你有一些加分 好啊 我最近就是有一直在听小虎老师的一首歌叫做眼泪落下 哎 怎么眼泪让大雨落下 大雨落下 眼泪落下 因为最近听了很多 最近听了很多小虎老师的歌 然后给小虎老师清唱一下那个大雨落下吧 来 嗯 来展示展示 忘神了好非常好 等等等等等下 怎么怎么 就让这大雨牵的罗虾 小虎老师在吗 我想他们全员四一 然后就 小虎老师 老师在商量一些黑幕不是内幕 哈哈 再一次再一次没听到啊 那我重新唱 就让这大雨牵都落下 就让你看不到我脸上的挣扎 够了够了 刚才是我听错了 那么其实我觉得这组整体来说还是不错的 是的 那我现在来宣布结果 一半 亲爱的 ром 谊 全员 骨子矣 C班 孟子义 B班 恭喜 谢谢 谢谢 不会吧 来 会不会太现实了点 A班 三位老师 A班 A班 会不会你 A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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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太现实了 太现实了 我得点评一下的 虎哥点评 虎哥点评一下 虎哥你点评吧 虎哥跟你说一下 他可是和幕后大佬谢迪奎 有一定的怨怨 据说是多年老友 老友 词缘他也很熟 很熟 你点评吧 音准不好 哪段你觉得 老师 节奏不稳 我的妈呀 太犀利了 太犀利了 感情没有 这些问题你都没有 唱得太好了 A班 唱得太好了 A班 看一下 行吧虎哥 虎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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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虎哥紧急创作了一下 我有点感动 其实我有点感动 其实大家不知道 我在做拳王之前 我也是一名rapper 所以我也急性地 创作一段rap送给你们 哇 哇 不会吧 哇 这个组合的朋友让我感动 今天的表演实在值得赞颂 原创的歌词听得我心很痛 也让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哄 所以虎哥转行去当前王是有一定道理 有一定道理 你的选择很正确 可以 我想说两句 我想说两句 我想把首先我想把就是最大的 Respite送给宋倩姐姐 欢迎宋倩 来到中间 我们能有今天靠的都是你 我们都是靠的 特别的自豪 对 因为我们这个编排就是倩姐非常认真负责的 在半夜一眼多两点都在还帮我们编排想动作 然后在叫我们跳的时候也非常的认真负责 所以就是今天这个舞台要把最大的Respite给到倩姐 对 好棒 好棒啊 非常厉害 非常厉害 谢谢 就是从心理上我是觉得我要去对得起 帮助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人 就是你们今天去要平均 要不大家最后走的时候一定要再近一点 好好 当你非常专注的想要呈现这件事情去努力去尝试的话 就结果确实会比预想的稍微好那么一点点 因为老师帮我们放到就是大概我想想多少 两分五十两分五十秒吧 绝了 我一会儿就这样 哇塞 还确实受到倩姐的影响 一人 你那个什么东西他们拉两个人的时候 你这中间不是很干吗 你不用不好意思我在前面带着你 我做啥你就做差不多的就可以了 放开点 所以你在做 因为当时他们两个在拉的时候 我觉得他特别温暖 他还摸摸我的脸 让我稍微放松下来放得开一点 每一次他看我的眼神他都告诉我 你可以 你很好 找到这首歌 就是弟弟也是费了很大的这个努力 就更应该弄好 然后最后要把 尝试送给盖哥 布雷吉还有功夫胖 因为这首歌是借用了他们的 谢谢 谢谢 都别选你自己人啊 不想跟你抱 这样子啊 走起来走起来来 找到三个 你最讨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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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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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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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四个过来 快去 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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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鸟鸟 王哥 弟弟 卡叹 来 来 音乐 走 这到底是该高兴而开 到处是坑 找到你最想吵CB的一个人 我吵CB 反正你俩现在也可以选择不抱在一起 这样就都淘汰 对 要不要吵 什么 吵 吵 不好意思 这游戏咱几个 太损了 爸爸 先活下来 活下来 好 这题纯属娱乐 大家再走起来吧 找到你最想一起住的四个人 一起住的 快走 四个活着 你们五个 过来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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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过来过来 过来过来 我六个 六个了 这俩帅哥没了这回 来 走起来 走起来 找到跟你颜值最接近的三个人 找到跟你颜值最接近的三个人 咱们三 对 找到你最想合作的两个人 老头 老头 我没我了 找到 咱俩算了吧 找到你觉得最应该留在桃花屋里的三个人 所以应该是四个人吧 那我们就最后一轮 因为A班就三个 所以会在你们四个中选择三个成为A班 咱们考验人心的时候到了 咱俩算了吧 找到 你最想跟他一起进A班的两个人 好吧 好 那我们恭喜 宋丹丹 孟子义 江树勇 再次进了A班 就是传气球 然后互相提问 看气球炸在谁手里 那么一个简单的综艺小游戏啊 场上就是九个人 每个班派三个人 三二一开始 请问国立老师 在那个桃花屋里面吃到的最好吃的菜是什么 今天中午那个 今天中午的那个回锅肉 请问那个江江 今天中午你你为什么不吃饭 因为我为了穿短裙 请问那个孙姨 你多少斤 我96斤 请问 王传军 你多少斤 我96公斤 请问 请 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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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派派 你这次来开心吗 不 自己人 请问 请问 请问孟子叶 你觉得唱歌进步了吗 我 我觉得我进步了 然后请问宋艺人 在桃花屋里面说出三个你最讨厌的人 王河滴 江苏雁 我也讨厌你 请问王河滴 说出桃花屋你最喜欢的三个人 张国丽 宋丹丹 汪苏融 孟子叶 请说出桃花屋里觉得颜值最低的人 徐志尚 徐志尚 王河滴 来 请你说出桃花屋里桃花屋三个 三个 三个最好看的人 孟子叶 宋男男江苏雲 请问孟子叶王河滴和秦潇贤谁更帅 太多 秦潇贤帅 来 我们有一个 逛逛逛 这是这个师生的答谢宴 好的 来吧 开什么呀 二傻爆炒 值得一吃 二傻爆炒 美味不得了 谢谢 倩姐 那有坏的 我玩 好想好 倩姐 感谢 感谢 不会 真的是太客气 谢谢你的信任 干啥呢 吃饭呢 哪有梦姐 请两口 百零鸟 请坐 这不是我的团友吗 那我们这个团后面会有什么发展吗 首先她们650的那个 一进门就会列上咱们的人行划 对对对 650以后一直把你们五个人的团 那C位会是 果立老师 我还想争一整个 因为在跟你们组过整个游戏 抢成一大战 我只是提个问题 并不是这样的想法 现在我们今天的表现 你还觉得特别好 其实这些东西吧 动作是一回事 就是整个的氛围很重要 这种排练的感觉 对我来说已经很遥远了 昨天你在骨仓跟我们排练的时候 突然觉得 一下子被召回很多年之前 就是非常严格的要求 然后真的是在排练一件事情 也很感谢你谢谢 没有 我是觉得反而 就是让我也感觉 就是好像回到学校的时候 一起排练 我们以前上学 一开始就是这样的一个动作 当时就跟真的厨地一样 就丑得我自己都想哭 但是没办法 我每天就是早上十点 我就去练功房里面就练 就开始就跳一天 就跳一跳就感觉好像是 就是能找到自己的感觉 但我觉得跳舞这种东西 就是每个动作都有每个人的感觉 你只要跳出来自己的感觉就对了 没有说是非在标准 跳成什么样 那你得是这种 就得是先到这个境界了 才能就是自由起来 第三境界 看山还是山 所以你又问倩倩 今天她满不满意 你再问一遍吗 你来 你满意吗 是对大家吗 还是对你 肯定对大家 对这个舞台 然后其次才是我 对这个舞台超级满意 对 对你 也特别满意 果然没有看错人 王河帝 谢谢姐 年轻的时候也是很 很颠 还准 那你那会儿你的粉丝 关你叫啥呀 我们当时有个粉丝团 他们那个时候真的要成立粉丝团 关你叫啥 然后我妈妈特别认真地在那想 她觉得要跟名字有关 然后取了一个叫君子兰 君子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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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东西 今夜我们都是君子兰 我们都是君子兰 船军放心飞 君子兰有相随 哥哥 耶 去海边 耶 好 呼呼 不管了 就这么着吧 这次来 让我能做了一个很好 好好好的一个朋友 所有事我觉得可以跟他一块儿完成 不管是去海边 去舞厅 还是说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 他也觉得很有趣 这就是 这封道科报 我觉得他是非常真诚的人 没有希望和愿意 我很喜欢在凌晨一点的时候 去海边 他是那种 我愿意跟你一起去海边的人 在海边大家也不用说话 因为我们在跟海去交流 有很多的情绪 有很多的东西是 海是能够听到的 我觉得跟海能够打他融入一起